这个国会调查权 在美 英 欧陆国家都有 它是一种 国会以生俱来的权利 也就是说 国会议员本身就有权在的权利 我们台湾人 跪久了 要把你拉起来 你都不想站起来 就是立法院头前 我们跪在地上 跪久了 国会没有调查权 实际呢 民主政敌 帮我们把执政的政府 更透明化 这是国会议员 以生俱来的权利 以及潜在的权利 这是都有的 这是美 英 法 德等 等欧陆国家都有的权利 你民进党 你哪施政的好 你还怕被人家监督吗 还怕国会无法案的监督吗 所以说 现在在立法院头前 基南路那边的所有的人 我给他们评议 哎 你们跪久了 我把你拉起来你们都反对啊 你们要继续跪下去 拥穿着的个性 跟他们新潮流那些人 还没说而已 其他都说不定 赖清德的人格特质是难的 赖清德我听他们的说 说到民主进步当中 个性高傲 所以说赖清德在外面偷生小孩 是赖清德周边的人士 泄露给外面知道的 小弟现在是要不开始了 要不开始 如果我真的 真的开始 开始以反对党的角色 在弄什么 气势都不同了 现在是因为 我们海外的乡亲 台湾人都跟他说 让留校查看 赖清德三个月六个月 让他看看 他说拜登对台湾的问题 重磅表态 随时干掉中共 有听吗 鄉親大家平安 我是曾苗红展告书 丁吉博士 今天来这里 看我们乡亲九岸地食 九岸什么地食呢 来呀 下来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 出门了 你这个假博士 当执政党民主进步党 对国会调查权证无法案 兼毙亲也 决定占到底 那么未来四年 朝野对立就干开了 也应验了五月二十七号 我所说的 陈环爷来说 未来四年 四年 国内的政治呢 国不泰 民不安的井井 请我们全台湾人 要心理优所 所以说 生风亚 不是台北的生风亚 是台中的生风亚 来说 国不泰 民不安 未来的四年 决定的性格 人格特质 造成了未来四年 我们台湾 会国不泰 民不安 到底生风亚 说得对 不错 不错 我们来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来看看 乞观山 看买消贪 来 下来 一生多借 说谎的女人 刺人文 当这些民主政务动 对国会调查权无法案 兼必亲也 决定战到底 那么未来四年 招野对立 就赶开了 应验了5月27号 新风亚来说 未来四年 国内政治 将会国不泰 民不安 的警语 请全台湾人民 要心来优手 参考 我现在来看 下面这张投影片 可以我起来 电脑打开 我所订阅的YouTube 马上就度过来一个节目 你要看这张投影片 看我精彩就好 这是晋新闻 今天可以 大家知道 以前大概20点前 他怎么想 拜登对台 台湾的立场 重磅的表态 随时要干掉中共 台湾也发布了 罕见的镜头 所以说 一堆名嘴 一堆名嘴 就在讲 说美国人 日本人 不会为台湾而战 这不是为台湾而战 日本是 安倍金山说的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是什么 因为 日本 是孤险在西太平洋 东北亚的三 本州四国 九州北海道 本州四国 九州北海道 四大岛 是岛国 它的 它的所有的内销 内销全部呢 都是走台湾海峡 全部都走台湾海峡 百分之九十九点到 所有的海运 全部走台湾海峡上来的 甚至于 你封锁台湾海峡 封锁台湾 封锁台湾 我跟你说 那等于说 封锁了日本的经济 你封锁台湾海峡 就是封锁了日本的经济 你封锁了台湾 就是封锁了台湾 美国一定出兵 美国呢 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老大 北大西洋三十几个国家 有明文写定了 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个国家被侵略 或是被干涉 被迁入战争 三十几个国家大家都会听出来 这就是台湾的问题 是世界上的问题 不是在中国共产党 义和团说了就算的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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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干掉中共 这样有听的吗 乡亲有听的吗 诶 近新闻还是什么 你去YouTube上看几张投文片 看他到底说一下 所以说啊 我们台湾很多民嘴啊 在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强调 日本啊 美国啊 为国家的利益根本 全部都滚得奄奄的 什么什么演习的时候 现在在小前 都是眼端遥控 精准打击 我为了逃离你可能的东风导弹的威胁 有效距离150公里 我就退到150公里之外 这是美国啦 是给你民主啦 其实呢 所有的东风导弹 它的可靠度 甚至于它有没有存在 中共的火箭金 就已经跟美国那边说了 全部液态燃料全部都是灌水的 都是用这个 那个是什么换泉水的 所以说参客参客 所以说今天阿非讲以前 先拿这张给我们乡亲大家看 看一看 我再念一遍 拜登对台湾的态度 重磅表现 他随时干掉中共 只要中共习近平 你要在那扩销 继续在那里 在那里绕行台湾的话 你就会好人死 我跟你说 来 现在我刚才的headline 执政党对国会调查权无法案 兼必亲也 占到底 那就应验了 未来四年一定招野对立 应验了陈环也所说的 未来四年国内政治国不泰民不安 好 这边是这样 卢青敌做总统 现在可是当家的闹事 当家的闹事显示 你是领导无能 领导无能 那就从来 外国都在看 当家闹事还第一次看到 当家的闹事 只因为 赖清德的人格特质死然 赖清德我听他们说 说到民主政党当中 个性高傲 所以说赖清德在外面偷生小孩 是赖清德周边的人士 削弱家 给外面知道的 外面比较开心 所以说 因为拖清德的个性 跟他们先丢导那些人 还没说而已 其他都说不定 所以说参考 兄弟现在是要不开始了 要不开始 如果我真的 真的 开始 开始 以反对党的角色 在弄什么 气息都不一样 现在是因为 我们海外的鄉亲 台湾人都跟他说 说 给留校查看 赖清德三个位 六个位 给他看看 如果像我看 看不中 蓋着 蓋着闹闹 真交流的 我们的气质 这样就不用去 这样就不用去 反正等你会对 是好的 来 来 润清德的人格特质 那是 他当年 曾经 因为李全教当议长 牵涉到会选的事情 润清德 他的人格特质 他就不进议会 就要一年 十一个月 都不进议会 导致那时候的台南市 润在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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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登革乐 因为没有市长 这个父母官 十一个月 导致赖清德 导致台南市 登革乐 死掉了一百多人 死掉一百多 这个新闻还封锁 润在台南人 我当时 因为我住十八岁 台南利用彼合 以后 我就去大中情理工 大中情理工 以后 因为分发的事情 所以说 我就 长期就 居住在台北 差不多四十年了 所以说 所以说 台南是我的故乡 我如果在这里说 可怜 真是台南人就听不懂了 小弟 国后三年了 搬去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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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柴子 搬去到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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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 跟我们兄弟哥两个人 我都不怕去协定国后 北区 的江湖国后 柴子 庄子 到柴子 那个地方 都走到柴子 我以前到 cabin 我一直都去 我都üp想要《大海》 大海 大海 有没有过来的 牌子 没有过来的 牌子 走过香港国后 刚 производ zaman ki 当全部 Californ old 学校 完学校 过来 在那儿 走道路非 北京都走到西門醫院 過保密樓 保密樓走到現在的國發家 以前我都叫做柴子 國發家 走到未到 協政樓 協政樓在你下去 洗樓電子在你下去 就是協政國後 我那時候 跟我們還有兩個人 我們就 啊 我爸爸比較少 我就走到自己去 對於北区的國語國後 走到協政國後 但是 我在協政國後 讀到一年 我讀協政國後讀久的 我幼電從大班開始讀 中班小班 你問我說 我為什麼從大班開始讀 我讀協政國後的幼智研 那時候是 古老師 古水泥 以前古老師 古水泥 因為我 阿嬤 我看了機會 我驚過 走過比流痕跡 我是怎麼從大班 中班 小班 因為我爹哥 我1957的 要是1955的 我爹哥 你在協政國後的幼智研 因為我老伯 都載我兩個嘛 靠著車子上一個 招一個 我倆哥去幼智研大班 我對我倆哥去讀幼智研大班 我對我倆去讀幼智研大班 一年比那一年 老叔就想說 你第二年又來看 你的年齡是幼智研中班 好 我就讀幼智研中班 第三年呢 說你剛好可以去到幼智研小班 當老大 因為我是 讀了第三年嘛 所以說我去想 教協政國後的幼智研 想你去大班 後你去中班 你去寫小班啦 你去小班 大中小啦 那真正這樣人這樣啦 我在協政國後打到五年 打到五年 五年後學期 我轉到國文國後啦 後來國文國後就讀幼智研國中 鞭兵國中 打台南理中 台南理中 當然你跟他們 所以說我對台南 我的高雄啊 我對台南十八年 我的高雄啊 所以說到台南那我人人上口啦 來 我們現在 現在 這鄉親來這裡告訴我 在我的YouTube下面給我發言 民進黨發動了無知的年輕人作亂 為了不讓人民知道他們的貪贓文化 人民加油 繼續監督政府 一個鄉親 本來打了 因為我丈夫有說 說鄉親來給我問 問說我現在幾年六月 七月 開始都沒有打YouTube的program 他都找不到 不然跟YouTube 訂閱這裡小鈴鐺都沒有收到消息 原來唐鳳 花公 這個本來的花公 把我的YouTube的通知單全部攔截 害我的 我現在親猜者 我每個禮拜五晚上去凱達哥蘭大道 把我們蔡英文清安 蔡英文賈博士騙子 蔡英文下台 我每個禮拜去都漫畫的在看 一個唐鳳一個 才唱他們這1450元 一個才唱而已 兩百 三百 要拼五百 穿得要死 所以說 甚至 我看彭文正的留言 三百幾條 我告訴你 彭文正正常的留言 他贊金一個節目 八十萬人聽完 賀德恩賀老師說 我幫彭文正正做節目 八十萬人看 一千人就一塊美金 八十萬人看就是八百美金 八百美金乘以三十 等於說一個節目 一個節目就幾萬人 二點四萬人 二點四萬人的進帳 一天做三個節目就七點二萬 這樣一個人的薪水也有夠 所以說 這個鄉親就說 唐鳳我早就說 唐鳳專門在電話 沒關係 鄉親就說 蔡英文早就把 反對他的人留下的回覆 都設定成隱形 只有自己才看得到 家人親朋玩友都看不到 所以說 因為我電腦中心主任 我知道在貨臺的主機 透過網路的硬體 Router Hub Switch 結尾 都可以扭轉整個網路的天下 把打破的給你 把撤到六條的 全部給你領著 所以說稍微知道 1450晚金總部 在唐鳳 唐鳳 來 今天你們 最近 像現在 立法院還在包圍 還在包圍 還在包圍 包圍立法院 針對國會的調查權 我 望路 這個 吳廷官 二級位吳廷官 吳教授 吳博士 他 帶一張 給我看 給我參加 我看 哎呀 是 這個 驚為天人 我就在這裡 唸出來 讓我們鄉親大家 非常參加 為什麼 國會調查權 它的 言由歷史 讓我們鄉親大家清澈一下 來 以下 我 念一下 陳怡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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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所寫的 潜談 國會調查權的 文章 他 差不多 剩一千兩百年 我給他 留三百年 抓重點 念給我們鄉親參客 如果說 鄉親剛剛 意猶未盡 你就去網路 Google 跟什麼 陳怡儒教授 潜談 國會調查權 就找到這張文章 我把一千兩百個字 濃縮成三百個字 讓我們鄉親大家 鼓勇參考一下 來 他這樣說 國會調查權 乃濫傷於十七世紀的英國 以監督政府財政說之 是否合法 美國 也在英國殖民時期 亦 反效英國制度行使調查權 故 不僅日後 未有懷疑國會 有此權限者 且 法院 亦以判決中 亦以承認 所以呢 不論 在華國 德國 等歐陸國家 其 國會 亦是 亦得行使調查權 以發揮監督政府 行政之影響力 有關國會調查權的本質 乃監督司法性 以政治性 當國會 決議對某件事 展開調查時 幾環有關 人政的傳喚 資料的獲得 案件的審理等 精彩司法神器 故既有司法性 當國會 將調查報告公諸儀式 即可透過社會議論的壓力 發揮施政監督作用 故又既有政治性 國會調查權之法理基礎 幾環 因美及部分歐陸國家 今將它視為國會的 與生寄來的權利 亦可謂國會的權在的權利 即便法律上沒有明文 亦理為法院判決所承認 為19世紀以來 各國憲法 多半將國會調查權 規定於憲法之中 故此等國家的 國會調查權 即可為 將以生寄來的權利 及潛在的權利 成為 實政憲法授權的權利 所以 以美國為例 調查權乃成為 監督政府的主要利器 除了有權 針對政府 是否干涉選舉 或其他不當行為 進行調查外 尚有權 針對政府官員的貪贓枉法 政府施政利弊的心格等 進行調查 有關調查權之行使程序 多半會舉行 立法院的公聽會 透過恍復的辯論 已發現問題的真相 公聽會原則上 已經公開舉行 只有在需要 保持秘密時 換改為秘密行問 被調查者 及相關人證 可聘用律師 為自己辯護 國會 據此 有權強制任何人出席作證 並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如有違法 將過程 藐視國會罪 可 刻意 有期徒刑 或罰金 所以說 這個國會調查權 在美 英 歐陸國家都有 它是一種 國會以生俱來的權利 也就是說 國會議員 本身就有權在的權利 我們台灣人 跪久了 要把你拉起來 你都不想站起來 就是立法院頭前 我們跪在地上 跪久了 國會沒有調查權 死了 但是呢 民主政治 幫我們把執政的政府更透明化 這是國會議員 以生俱來的權利 以及潛在的權利 這是都有的 這是美 英 法 德等 歐陸國家都有的權利 你跪久了 叫你站起來 你都不想站起來 長官你為什麼不讓我繼續跪下去 台灣人就是這樣 這麼疲愛 這麼疲愛 所以說 民進黨 你不是和共產黨就不怕 民進黨是一個 共產黨都不怕的黨派 為何怕一個國會改革 為何怕一個國會改革 讓你們不讓你笑 這樣聽有沒有 你連共產黨都不怕 國會改革你怕得要死 動員群眾 來反民主 所以說 你民進黨 你哪施政的好 你還怕被人家監督嗎 還怕國會無法案的監督嗎 所以說 現在 在立法院頭上激南路那邊的所有的人 我給他們評議 欸 你們跪久了 我把你拉起來 你們都反對 你們要繼續跪下去 笑死人 所以說 這是我今天 跟我們鄉親交換地 下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出來一門 你這個詐騙慣犯 常年詐騙慣犯 當執政黨民主政不動 對國會調查權的無法案 兼幣親野 發誓戰到底 那麼未來四年 朝野對立 幹開了 也應驗了我5月27號 辛風雅來跟我說的 未來四年 國內政治 將會國不泰民不安的警議 請我們全台灣人民 要心裡有事 這四人 叫做 這個當家的不鬧事 但是 當家的要鬧事 要鬧事 大家就一起來鬧事 讓國傑看 刷 勞青頂 你的掙錢不穩 你根本沒有民意 這樣聽我的意思 OK 來 鄉親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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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